这两包药 我们现在把这个杀菌的 提前给它喷一喷 防御一下 这个是扎冰菌杀病毒的 这个是杀虫的 因为现在没有虫还没有出芽 对水 它这个是粉末剂的 粉末一样的白色的 最好是 最好是戴口罩 戴手套 然后戴防护服 这样安全一些 哎 白色的粉末啊 这个是不够 能不能够 快走 走 它是有比例的 咬鱼一下 喷出来试物 以前一些旧的花苞 给它剪掉 咬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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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pois 它皮皮皮皮皮叹 月季花已经在冒牙点了 给它撒点药上点肥 清洗一下 把下面那些烂叶子给它剪一下 条块是木子花 好像是焦糖蜜蜂 冬月季花 去年没有看到花的 能是因为药不良 想照月季到冬天休眠期的时候 是不用浇水的 一个冬天我们也没给它浇水 现在快发芽了 可以适当浇点水 我们也没有给它吃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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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霜盐 这马里又出去了 看我们有这么多月季 我们家屋后还有很多月季 基本上那些月季品种 差不多买了有十几个品种 像什么瑞典女王呀 黄金庆典呀 蜂蜜焦糖啊 果汁阳台呀 这些都买的有 我们现在集体给他们做个修剪 这个是今天买的 他们这个是在大棚里面养的 所以它就提前开花了 你看这个室外的 就现在还只是发芽 要发芽的状态还没有发芽 然后我就把这个 因为我要室外养 买的这个猪 感觉它植株形态是可以的 比较饱满 但是花苞太少了 然后而且还有芒点 芒芽 就这个上面是没有花朵的 把这上面给它剪了 可以促进它开花 而且可以发更多枝条 你看这个有花苞的 我也给它剪掉 因为它消耗养分 这个看着跟果汁阳台差不多 其实它不是果汁阳台 就一般的月季 这颗芒芽还挺多的 芒芽它长在这又不开花 又不长高 而且还耗费营养 有四五个芒芽 有四五个芒芽 这也是芒芽 芒芽 这么多芒芽 怪不得花苞这么少 然后下面一些比较细的枝条 我也给它剪掉 你看这个也是芒芽 就没用 长到下面 耗费营养还不通风 比较细的 因为它可能有两根枝的 然后我把那个细的剪掉 粗壮的留着 这样它空间就更适合一些 不然下面 这里面又不通风的 也不好找 还有些枝条已经黑了 也把它剪掉 这样就可以了 用点药 它们在花卉基地的时候 是已经喷过了 叶片上是有点泛白的 就是喷过药的 放着 这颗杆子太长了 我要把它剪了 剪短一点 剪了呢 会不会长 可以啊 也可以牵插的 这个长得也是瘦瘦高高的 形态不好看 剪断 有些没牌制到我都不知道了 像这个就是夏洛特夫人 这个夏洛特夫人 是水应该是爬藤类的月季 但因为买回来之后就没管它 也没给它施肥啊 撒药啊 你看一年就长了这么一点 爬藤类的哦 才是长这么一点 也没给它换盆 其实爬藤类的花卉 也可以给它剪 修剪 当成灌木花卉来养 不让它长那么高 比较适合城市里面 没有露天阳台的 适合在室内养 把它剪的矮矮的 小小的也可以 这颗月季叫黄帝 去年买了很多月季花苗 因为养的养护不当 都没有看到花 这颗是瑞典女王 也是灌木月季 它直立性很好的 每一大小的病人也有 这颗乐器叫小女孩 也是爬藤类的乐器 芝麻 芝麻 这个是玛格丽特王妃 这会儿 它就是可以结哦 秋天 这颗是去年 这个时候买的红木香 也是爬藤类的 这个还好 不太爱生病 开花也挺多的 这红木香感觉 它一年四季都在开花 只是有时候开的多一些 有些开的少一些 枝条也比较多 它春天才大量开花 然后其他季节少量开花 一朵 两朵 三朵 四朵 下面还有的五朵 先把它花花给剪了 因为现在它主要是要发芽 让它分枝 这些花会抑制它分芽 给它剪的 好 再给它培点土 给它培点椰康土 今天打算把这些月季好好灌灌 去年都没怎么灌 这些月季节的花火 我看它是要发芽 没有没有 给它使用 那个花火 那是要发芽 没这么多的 参加 用来 下来 这个下面有给他们撒过肥料的 可能有人会很好奇 为什么不把它种到地里面 这样不是长得更快吗 因为种地里面有鸡呀 鸭呀一进来之后就被糟蹋了 以前家门口都种了很多的 就没法活活不了 被他们一遍一遍的踩来踩去 踏来踏去就被踏死了 其实地栽他们会长得更好 好吧 我感觉这个蜂蜜焦糖是很容易生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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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这个蜂蜜焦糖还挺有意境的啊 好了这期视频就蜂蜜焦糖这里 感谢大家关注和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